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球迷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行为您直播 2016年中日女排精英赛 北轮战的比赛 这也是2016年中日女排精英赛 第一场 北轮战完了以后 还会到深圳接着打 由于是2016年奥运年的首次亮相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备受球迷的关注 第一局比赛是中国女排25比20 在这个后半局取得了主动 就是丁霞上场之后 逐渐是占到了优势 篮网 东国队应该在第二局 因为第一局的后半段 我们篮网出现点起色 应该在这个第二局 以及后面的第三局 在篮网这些上 要发挥出我们的长处 因为我们从高度上来讲 是占据了很强的优势 他们在网口 你不第一时间给对方 压力呢 相对来讲 你跟对方抓这种防反 还是吃力一些 中国队无功 漂亮 对方这个扣球点不够 就给了中国队机会 日本队前后结合的这个速度 继续给朱婷 这自由人真不错 自由人就是凭直觉 防守取位很好 判断还是不错的 这一下有点着急了 这个组织到二号位 但是配合上有点问题 这就是我们中国队 要一个克服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像打日本泰国 这种队伍 他的防守好 那么防反 很多我们看似该打死的球 都让他防起来了 那么在这种多板工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队一定要控制好心情 首先不能出现这种自施 一旦出现自施多的话 往往你自己就容易乱了 我们注意到 由于徐云立也是很长时间缺诊 刚刚回归 目前徐云立和沈静斯之间 配的还不是太顺畅 对 首先徐云立它也是十字韧带断裂之后 也是经过手术 那么休整了去年整个一年 然后恢复起来之后 我看你看他在整个行动 就是动的这个移动上 还不是速度那么的快 那队员都是有一个受伤之后 然后再恢复 他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的 那像徐云立又是一个老队员 他在身体上肯定是要受到限制的 天内 这是9号岛春春市打了一个快球 但是这个线打得就非常长 日本队相对来讲 就是你看他复攻打下来的球 并不是非常重 像我们杨俊晶打得非常的漂亮 速度也很快 但是他整个来讲 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速度非常快 东一个西一个 把你的这个整个防守阵型 打得都特别乱 这是日本队打中方队 是最讨厌的一点 又是这种平打 打手出界了 平打 其实我们在打日本这种队伍的过程当中 就怕出现 现在出现的这几点问题 一是他借手打出界 我们形成不了很好的防反 其次就是在多板工当中 乱七八糟的时候 他某某调调我们的防守阵型容易乱 再有就是我们整个节奏 在控制不好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机会 但是我们自己出现失误 三点 这是我们打日本 是最讨厌出现的这种三点情况 是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 就开局的一攻不好 被日本队也拉开比分 郎导要了暂停 其实郎导在暂停当中呢 主要还是强调了一个防反当中的拦网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就是 第一局后半部 丁霞拦死了一个 就是双人拦网 那么第二局一上来呢 刚才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双人拦网 就是袁新月和尔船这边的一个拦网 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的拦网现在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对方借手打的还是非常多的 你看对方拦网的这种弹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拦网的过程 这是一个节奏差 所以我们在整个拦网的过程当中呢 郎导刚才也在讲 讲到了 你像打日本这种队啊 一定要慢点跳 然后呢慢点给手 不能让他看着你的手 然后他借手打 这样的话 我们打起来拦网会非常被动的 是 因为你个子本身就高 所以你在压住节奏的情况下呢 你最后出手之一下 稍微慢一点给手 实际上这个也就是拦手啊 和拦网手之间的一个斗智斗谋 你给手给得早呢 确实对方呢就有时间去判断 他可以呢在这样一个 看上去是很短的时间内 但是他可以做一个判断 或者做一个手型的变化 再也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第一局后半部 为什么打得稍微好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的节奏的速度 打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丁霞上来之后呢 整个虽然我们是高快 但是我们一点二点的 这个整个一攻反击的速度 丁霞在这点掌控的还是不错 但是现在呢 沈经斯我觉得在 他整个在组织上还是有一点点保守 在一个整个速度组织的也比较慢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晃不开对方的拦网的 你看啊 大多数一攻打下去的球 对方都能躺起来 虽然对方没有很好的形成双拦网 但是呢 他的躺起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反观 他躺起之后 打我们的这种防守反击 不是发力打 都是搓个脚啊 然后打个边啊 所以打得我们现在是非常的难受 轻打 这又是日本队的防反 这个球拦住了 沈经斯还是应该要更大胆一些 不能太保守 另外呢 节奏上也不能太慢 嗯 沈经斯呢 从以前在八一队打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相对来说啊 节奏不是那么快 但是他王口高度是有优势的 好的 这是机会 一般性的打打日本队的整个防守 还是不行 嗯 好的 袁兴悦 又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必须要通过篮网来遏制对手 这段时间 我们的篮网啊 加强上来 给日本队的这个进攻的 对进攻人的这个心理压力 倒成了很大的威胁的 是 你多拦他几个 他就不会这么清楚 而且自如的进攻了 对 这球还是快速出手 江田幸子还是比较有经验 他主要的打法啊 就是靠这种打手出戒 江田幸子呢 毕竟在日本队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将 对 他十八九年出生 今年已经是二十七岁 他也是 在一次比赛当中 脚踝受伤 做了手术 所以世界边没有参加 是 像日本女排当中呢 牧春沙芝 现在八零后 胜的不多了 牧春沙芝是八六年 另外呢 方木会李香 是八四年 是超过三十岁 其他的江田幸子是八九年 霍田沙芝呢 是八七年 也就这几名八零后的战将 这几名八零后的战将 他已经打了 对吧 高零是这几乎买的 好几乎买的 好几乎买的 就是因为他呢 打的相对来讲比较快 所以呢你给手 虽然给的慢 但是你不能 先手有一个往后仰 再给的动作 那么你出手的这一下呢 虽然你要慢给手 但是你 既然就是 在你卡定好时间 要出手的这一下 你的动作 一定要有一个提肩的这个动作 来照住球 漂亮啊 我们也打了一个快球 原新月打的这个球 还是属于这种高快的 对 他打对方的复攻 应该是优势还是非常大 没错 线路稍微分化的清晰一点 基本上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是 绝对高度 经过这两年的大赛磨练 尤其是去年这个世界杯 包括前年的施锦赛 现在对于原新月来讲 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自信 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 你看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反击机会 我们自己没有配上 就是我们反击的质量 还不是非常的高 尤其是公传之间的配合 这个球还是有点急躁 想打小斜线 现在主要是我们整个的节奏 我认为一攻还好一点 反击整个的节奏还不是非常的顺 尤其是在半道位情况下 二船想组织进攻 组织快攻的情况下 都不是非常的合理运用的 周婷刚才后三的一个轻调球 反观日本队应该说 他现在目前节奏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两点换三点 是 两点换三点 在第一局后半步两点换三点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 丁霞和杨芳旭上来之后 从丁霞这一点来讲 他组织的节奏上是要好很多 这是日本队狼网卧果 杨芳旭打的还是非常果断 这个球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一船已经出现了一个调整弓 但是杨芳旭又是在四米线的情况下 杨芳旭又是打一个四号位的定点 又不是他的强有力的进攻点 杨芳旭实际上在主攻的位置 他也不陌生 他在山东队的时候他有打主攻 你像杨芳旭啊包括张昌宁啊 这都是主攻跟监狱的位置都能打 漂亮 好球 丁霞上来还是第一局上来也是啊 强行的给快攻啊明显的就是用快攻来突 就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整个从打的打日本队 整个在你主动打对方的情况下呢 你的这个进攻打的并不是那么的主动啊 并没有给对方整个篮房打乱 所以我们的快攻啊必须要有机会 还是要多打一些 就是一二点的结合漂亮的躺起 躺起之后看这次 这个确实是徐云丽的这经验啊 人虽然下来但手还在上面 再过渡一下 看这个僵持球 要有耐心啊 要有耐心啊 好的 能不能反击下球 轻掉 漂亮 接内 这球掉得非常好 展望旭我们看啊 虽然他现在腿伤恢复了之后 弹跳的高度并没有以前那么的高 但是呢 从整个打的过程当中进攻上啊 还是比较自信的 是 其实杨芳旭呢 他一直也在进步 就是说他现在打球呢 比以前啊更聪明了 对 打球的变化多了 世锦赛完了之后 就是世界杯那一年 他在没受伤的那段时间 他是那个时候 是他算是一个高峰期 对对对 非常好的很可惜啊 是 受伤了 他没关系我们看到杨芳旭的回归 他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一船不好 调整得很及时 对 这个还是二船的功劳 一船虽然很上网 但是丁霞抢的这一点 还是非常不错 所以也出现了这个 虚云立的这个 空网的这个快攻球 刚才也是有一个就是 日本队也是有一个上网球 二船也是抢了 上网球抢得非常好 也是给复工 创造出了 空投球的一个快攻 日本队还是采取 一船到位的情况之下 快速突破 现在是一个双方焦灼的局面 日本这个二船 这个二船 这个二十号田代加奈美 他我印象当中 他没有参加世界杯 就是没有参加 对但是他今天一上来 整个在场上组织的节奏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打超爽 朱婷这个是实力球 点非常高 朱婷的进攻点是非常高的 虽然垫条 但是这个球确实也不是非常好防 有一点点这种侧旋下来的 朱婷打球其实很飘的 在我们整个防守过程当中 对上他的球还是比较难防的 因为我们在防守过程当中 是喜欢这种 裹球裹得很满的这种队员的 这样的球相对来讲好防 那么你又 还是再给朱婷 就是小童 小童现在上前排了 那个小童 漂亮 你看日本队就是这种一点掩护 二点起的 这个一二点的这个节奏感 是非常好的 他现在已经用这种反击 利用复攻掩护 然后拉到两边 是非常成功的打我们 几乎都是半空网 现在是就是朱婷到了后排之后 我们前排的把握 还是降低了一些 刘小童就是打定点攻 还是不太容易下球 又是一个快速的反击 但是我们这一点防守 比的非常漂亮 这个还是杨芳旭立功了 是 就是顶起来一个很好的防守 然后又打了一个后攻 杨芳旭应该说 他本身高度也是比较高 1米90 1米90的身高 然后弹跳力量都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打的球并不是非常高 你看他在前排打的这种背平 然后后排的这种后攻的球 都不是非常高 几乎融入到了这个整体的战术里面 从今天这个杨芳旭换上来看 状态还是恢复的不错的 就是在中国女排刚集中的时候 我去 他们在北京集中的时候 我去探班过一次 那个时候看杨芳旭 还没有像现在恢复的这么的好 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 刚跟队 但是今天看他整个打的 场上的感觉 不是那么的陌生 是 所以杨芳旭如果说能够 及时的恢复状态 对中国队来讲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 很好的补充 因为相对来说 现在我们接应还稍弱一点 接应可选择的人不太多 是吧 除了这个来自北京的曾成蕾之外 也就是杨芳旭 其他还有一个更年轻的 龚翔羽 但龚翔羽呢 毕竟还比较稚嫩 是中国女排这次 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97年出生 对 刚刚过19岁的生日 是来自江苏的一个 来自江苏的一个接应 后三 还可以 给四号位 好的 出球 漂亮 打一个小节线 这球朱婷调的非常好 二次调整中 虽然在六号位 但是球调的质量很高 是 球的弧度 我们看 弧度 力量 节奏和力的点 所以小彤打起来非常舒服 没错 像这种角度 能打出三线来 就说明他这个球 整个调整人的这个球 位的是非常到位的 像刚才丽莹讲的 就是你球给的弱点相当漂亮 攻手打起来很顺手 所以刚才打在三米线的位置 后三 好的 又是我们的一个反击机会 看一下 好的 可以短平 再组织 不着急 我们形成三点的时候 变给四号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形成三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接应是左手 所以我们一二点的这种 穿插跑动功还是很少 基本上还是利用往常 两边拉着再打 有一点这种 不是一二点的结合 有一点这个快攻 以及战术的配合 是单打单的 中国队呢 现在追成15平 今天呢 丁霞的表现依然出彩 对 应该说 沈静斯是压力挺大的 面临很大的竞争 从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丁霞的表现是好过沈静斯 第一局呢 也是胶着的局面 丁霞上场之后 控制了局面 取得领先 最后呢 赢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呢 也是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 现在是在丁霞上场之后呢 追成了军事 技术暂停16比15 日本队领先一分 现在二船的位置呢 确实中国队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 需要 quote 穆 osob 确实什么 你的美国 啊 树cje 到谓球啊 到谓球 他们都打第二里了 但是没法压下来 就是他们 你到夷会球啊 你刚才那个一把 穷出來 我就跟着 看你那种 一把我 πολ 一样 Sales Sam 回始来怎么还vas Libr residual 整路 速失去 向我靠 中国队一直用的比较多的主力二船 首发就是许敬斯 但现在丁霞 他在场上的这种调度 至少这场比赛来看 更合理一些 其他还有像老将魏秋月 也在队伍当中 他的经验还是能够帮助中国女排 另外在上个赛季联赛当中 表现相当出色的 来自天津的姚迪也不错 所以现在二船 咱们其实可用的人 还是比较多 就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其实按正常规律上来讲 二船就是我们说 各个位置上可用的人多 是一件好事 但是二船这个位置上 总的来讲还是要固定比较好 因为他是场上的一个核心的人物 所以就是整个场上的盘活 节奏 然后你分配球把控 全都是在二船手里 所以二船这个位置上 如果就是一旦固定 对整个队伍来讲 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所以沈青斯他一直在这个状态 然后以及整个的发挥上 就是总体感觉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也造成了我们现在 就是在二船位置上 一直是在轮换 这又是一次篮网 杨芳旭今天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欣慰 这个九叔战阵 过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商与回归之后 表现了不错的状态 十七平 朱婷 好的 正好打在一个控当 后排控当 现在中国队重新掌控主动权 这个球还是作为我们中国队来讲 还是比较主动的 你看虽然我们联系好了 但是一船在不到位的情况下 朱婷还是主动地打了一个这种战术的变化 打了一个短球 杨芳旭这个发球稍微低了一点 杨芳旭的发球性能是非常突出的 他的跳飘是很有攻击性 杨芳旭 判断的还是非常准确 一般一船只要过街 基本上就可以放掉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你的一船的第一曲位在什么位置上 是 就如果你站得过于靠前那过肩不行 是吧 你还是要看看自己 就平时有经验 都有一种感觉 蓝王 漂亮 把边的蓝王现在慢慢地收到了这个起色 找到了这个节奏感 是 日本队又要暂停了 其实这一局啊 从第一局来看 就日本队一直跟中国队是一个军事胶着 然后呢打到大概接近20分的时候 中国队取得优势 最终赢下比赛 第二局呢 中国队开拓不力 到终局的时候 逐渐追平 好 看中国9号跑被快 就往这边找 两个 他别人看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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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一我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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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直 我们看朗岛在整个的 这个蓝房布阵上 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一定要看 对方的战术的跑动 一旦形成岛春春市 它跑倍快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复工 一定要主要 还是要看岛春春市 参临回来继续由中国队 接应杨芳旭发球 好的 有点可惜 但是从内来护真石 看到他抹的这个点 又是一个长心 但是刚才从我们第一局 长心没有人满房 到现在慢慢地摸到球 下一个我想就该可以防起来 现在日本队患上了7号伤口5 1米76的一个复工手 漂亮 又是一个12点的节奏 打了一个短球 保护起来 好的 漂亮 滴霞上来之后 我们看整个的 这个把边的满房的节奏 也还是把动的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们在篮房上 有明显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高度 是肯定有的 现在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节奏判断 一个手型的问题 对对对 手型 其实这点你看 就是丁霞呢 它是我们的二船 对吧 你看丁霞上场之后 他1米8的身高 他上场之后呢 他自己个人的狼王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说就是丁霞 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 排球运动员 就是他在场上的那种 球感很好 漂亮 打了一个被飞 但是这个被飞不是高被飞 是一个平飞 现在慢慢的我们看 我们的节奏拉得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高快结合的这个节奏 现在是非常不错的 好 现在换龚翔宇上来 我们介绍过龚翔宇 是中国女排当中最年轻的选手 1997年的4月21号出生 刚刚过19岁的生日 来自江苏的一个接应 看他上来发球的效果怎么样 龚翔宇应该说 今年在整个联赛当中 表现是非常强烟的 对 好球 漂亮 我们就又一个狼王 23比20 龚翔宇呢 也是在上个赛季的联赛当中 帮助江苏队杀入最后的总决赛 这边队再度要暂停 对 这边 廣告 耳朵 还不错 连起两个球 至少都发的稳定性可以 这球还有 捞的这一下非常好 节内 这是11号方木 方木惠里乡 他们的一个老将复工 对 身高于1.86 它的高度在日本当中是相当突出的 还是要加强一下狼王 看它的高度 选择四后卫 快速下手 漂亮 都得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我们现在利用往常快攻和平球 基本上都打出来了 速度打出来 没错 刚才刘晓彤这个短平快 相当精彩 刚才这个平拉开 四后平拉开非常精彩 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现在是具备了大平拉开的这种能力 所以对于二船来讲 你的速度 然后为球的这种准确性 还是要尽量的给攻守 能创造出机会 看接下来中国队移工 一船到位 四后位 日本队防起 篮网 这球中部队是篮网握果 中部队还是要把一弓要咬住了 我们还是在防防过程当中要注意 因为日本对它抹的这一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武功 我们正好是我们的一个反轮 我们的禁营二船在四号被发动 嗯 看一下这一轮的战术 要怎么来打 打住吕布发球 避传不好啊 这球别急着下压 这球打了还是小彤打了 稍微有一点点犹豫 并不是那么的果断 要正常果断打不会失误的 对 你先打过去再说 又想搓又想打的情况下 稍微一犹豫就容易出现失误 袁王短平 但是没有下球 保护起来 这个球防得还不错啊 因为日本队我刚才讲到了 抬手就抹 这是他们的一个绝招 好的 这个篮网初见 现在反过来 在日本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中国队这段时间啊 还是心要定一点 在定的情况下呢 还是要主动果断一些 尤其是出现机会的情况下 还是要果断兴奉一点 好 接内 好 接内 漂亮 中国队打日本队的高度上 首先不成问题 小冬还是大力突发 好的 这是一个防反机会 给四号位 稍微调的有点长 但是这个位置还可以 尤其这个球的线路打得还是不错 因为这正好是一个我们朱婷和 自由人一个结合步的地方 如果朱婷下车太大的话 自由人往往就会卡到对角线 以及往六号位摆 所以他打到这个腰线的位置上 是一个空档 继续看调功 漂亮 往回 还有 好的 好的 还是给朱婷 漂亮 漂亮 不停他在防守之后的这种进攻的节奏 脚下自己的控制是非常不错的 是能踩到点 能踩到这个节奏的点 整个的步伐是不乱的 主队现在重新换上了老将许晕利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关键的时候 关键的比分 二传还是比较相信朱婷 相信我们的重点人 日本队一传不好 但这个球还是被对手突破了 内来护真实 明摆的球 明摆的球叫蓝锁 轻轻搓了一下 这个球看似搓没有发力 但是呢 它是通过复攻蓝网的这个左手边下来 所以还是比较难防的 好的 现在这个第二局比赛啊 相当的激烈啊 27平 非常好 我觉得打到这种时候啊 在这种热身赛当中 给中国女孩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 对 就是对手要给你施加很大的压力 对 就是如果说人家对手太弱 轻松取胜的话 其实 没有对抗性 对 没有对抗性 虽然赢了啊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锻炼价值 嗯 这就防得不错 好球 中队现在领先了 把局点夺回来 关键的时候我们看 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打得还都不错啊 小彤也是啊 前面在前排的时候 几个球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打的是非常果断的 我都听这几个球打得也是很果断 球票 漂亮 嗯 球发的质量也很高 追胸 追底线 好的机会 好的 看这球 猪婷 最后还是依靠我们的重炮 节奏打得非常好 是 依靠我们的核心球员 猪婷 这一局呢 是中国队比较艰难的取胜 是在这个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逆转胜 29比27 目前中国队2比0暂时领先